其实关注是一直都有潜移默化的在被被动接受 但是我觉得其实后来我自己也慢慢的感兴趣这一块 所以说我就还做了挺多准备工作 就觉得说仔细想想他们其实乡村的孩子到底是需要什么 然后就是挺感兴趣 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就参与了 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是可以帮助到他们更多的 就是可以更高效更快捷的了解到新知识 因为之前我们曾经代言过学习机类产品 其实上面产品中会有比如说名校的老师讲课之类的 所以说肯定通过技术手段科技会使学习更高效更方便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首先连通了网络之后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孩子们同学们了解到更多的外面美好的世界 然后可以让他们清楚为人处事之道 还有真善美的一些东西 其实第一个让我很感动很敬佩他们的 其实是一种坚持吧 和一种就是一种坚持 因为其实如果你在城市当老师还好 但如果真正在乡村当老师的话 你需要完全改变那些孩子 其实是很难的 需要长时间扎根在乡下 然后过着可能比较清平的生活 这些是我觉得那些乡村老师 乡村校长非常伟大的地方 用微博 你用彩色分笔写下珍惜 遇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 阳光不朽温暖着回忆 说得不离不弃 千叶万叶如今都藏进心里 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 和你面笑得多开心 同学不模糊的表演笔记 我时常会想起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